《大乘佛法》 超情尼見 這個情在《大乘佛法》裏面講就是第六式第七式 見是講前五式 六度凡夫的眾生所用的心在佛法叫白色 眼耳鼻舌身這些叫前五式 他有覺有智 除這些之外裏面有第六意識 思維的我們一般講分別 第七式末拿這種更深一層 情執 執著這個身是我 執著貪襯千萬 更深的是阿奈耶穌 好像一個資料庫一樣 無此劫例 你生生世世起心動念 所作所為 通通通都有完整的資料檔案 在阿奈耶穌里頭 阿奈耶穌是個資料庫 通通都可以調出來看 在阿奈耶穌是個資料庫 沒有辦法賴的賴不到 完整的資料保存在那裡 哪個保存 你自己保存 什麼人能看得到 什麼人能看得到 你看看前面講 神通的時候 他心通宿明通的人 就能看到 你資料庫裡頭有些什麼 定供淺的人 看到一部分 還有一部分 深藏在底層的 他見不到 定供深的人 明深見性的菩薩 幾乎全部可以看到 這樣講不是假的 如果你能相信 你能肯定 你就會和諸佛菩薩一樣 不僅不會做害眾生的事 一個不善的念頭都不敢起 為什麼呢 有紀錄 遍法界虛空界 一切有情眾生都知道 你說你能騙到誰 只有瞞自己 叫自欺欺人 做這種事情 你哪一天過誤過來 你自己完全明白了 所以明白這些事實真相 我們在現前 處世代人的心態 自然就會改變 第一個 絕對不會有安慰 不會有不善的行為 第二個 可以原諒一切造作罪業的眾生 為何會原諒他做的那些 我和他亦無差別 這樣說是真的不是假的 只是他現在還在迷 我已經開始過誤了 所以覺得很幸運 在錯的惡事 不可以去責備他 原因是什麼 各人因果各人成當 你下面講惡道 講三惡道 講不當惡道這兩願 就講得很清楚 所以想一下造作罪業的人 他的本性也是本善 他本來也是佛菩薩 好像《華嚴經》所說的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他淪落到心途受這種苦報 我們所生的是憐憫心 不是責備心 同情心 能幫得到他嗎?幫不到 為什麼? 各人因果各人成當 沒有辦法代替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